无色觉醒 超越蓝绿白 人民要过好日子 我们接下来来看到这个国民党呢 这一回在昨天是用鼓掌的方式 透过了立委傅昆琪来担任党团的总招 好 当然即将要面对的就是 2月1号新国会登场之后 要立刻选出正副院长一职 傅昆琪他有承诺 未来将会整合在野力量 好 当然第一站就是立法院龙头选战了 现在国民党已经下达了量票令 而且祭出最严重的党纪 傅昆琪表示全党一致支持韩江沛 一定公开让大家看到每个人的投票 票票入轨 没有出席的人也是同跑票 一律会开除党籍的 甚至还秀出了投票的模拟图 把韩国瑜跟江启臣两个人的名字圈起来 就怕会发生投错票的状况 秀出模拟投票 甚至又洪框圈起韩国瑜江启臣的姓名 就是怕发生立法院政府院长投错票的惨况 而若投错票无辜缺席跑票 还将以党纪处分 我们每一位委员 国民党团的成员都会出席 因为没有出席 视同跑票 我们用最严格的党纪来处分 而且经过大家一致的同意 因为这是我们团体的荣耀 国民党团总召选举全体股掌通过 让傅昆琪当选 立法院龙头选举也是他挑起担子之后第一站 呼吁团结现阶段最重要的一意 那所以我们有另外规划各县市 有所谓的小组长 那我们会团进团出来做投票 甚至是互相来报备 相关会不会去要上个厕所之类的 我个人心中的概念就是开除党纪 但这个党纪怎么样 就要问考机会主委怎么决定 我想团进团出当然是我们的原则 但是如果说假设不幸的早上 我们没有这个韩国瑜没有当选院长的话 下午要怎么样投票跟相关的战略 其实会到当天的中午 我们当天中午大家会再集合一次 来看早上的结果 来决定下午的投票的策略跟模式 发布禁令拟定策略 国民党有殊不得压力 国民党主席朱一伦 更是把韩国瑜拉到一旁摇耳朵 韩江佩晶最大努力善意争取跟民众党合作 最后唯有团结才有办法走到最后 立法院是国民党未来的四年 在最重要的战场 国会是我们本党最重要的战场 尤其这一次我们已经是国会的最大党 习是最多 所以不管是我们的支持者也好 我想所有台湾的民众都会期待 国民党团能够在立法院 是一个团结的团队 最关键最重要战场 没有跑票本钱 立委农头争霸战步步为营 杰森芬家瑜特别我到 新国会是三党不过半的状况 当然在2月1号开议即将要进行的是 政府院长的投票 民众党现在手握8席成为关键的少数 好民众党党主席柯文哲呢 在30号这一天上午又到了党团 跟党籍立委清场开会 但是呢对于最后要挺谁 保密到家 将会在今天上午9点半召开记者会来掀牌了 好根据了解呢 民众党团的策略是在第一轮的时候 投给自己第二轮投票 才会支持他党的候选人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 这一回其实民众党抛出一个这个国会改革 还有单一招委制 立法院长游席坤 他说自己以个人的身份照单全收 不但绿营没有出来的人相挺 总招柯建民还立刻做了切割 表明会依照党团的立场 好我们来听一下时事评论 黄阳明解读了 他认为游席坤想要选立法院长的热情 其实已经远远超越党意了 立委王宏威则表示 游席坤 柯建民 其实这两个人是在扮黑白脸 在玩两手策略 发文写下 竟然负重就需忍入 全是因为民众党抛出委员会议改权单一招委制 被柯建民控提示在民住国民党 不过游席坤却没在甩个人表态支持 国院长是个人意见 党团的立场 那国院长也是知道 他可能只是如意识中意 国民党不可能是指导民党要提出什么国会改革 也不可能是指导在义党 强调党有党团立场 毕竟游席坤不仅支持单一招委制 对于民众党国会诉求同盘接受 名嘴周玉寇率先开炮 在脸书怒呛游席坤没有出席 自家立委没人要挺 界限话好话慢 单一招委的缺点是可能会有一党独大的问题 本席还是主张维持现有的双招委制度 其实从和民众党团的会面不难看出 游席坤全成笑咪咪 身旁的蔡奇长脸臭到不行 恐怕是因为绿营早就做好龙头会输的准备 不愿被白银绑架 游席坤却心心念念 只有官位 我想就是游席坤他对他想要竞选立法院长的这个热情 是超越这个民进党 那为了当选立法院长连党的这个意见都不顾了 因为游席坤他知道 如果他没选上立法院长 党内就会逼他辞去立委职务 游席坤罕见和民进党唱反调 立委王宏威认为游席坤和柯建民就是在唱双簧 扮黑白脸 现在的做法看起来好像是游席坤跟柯总招 两个人扮黑白脸 就是游席坤就全盘都接受 他扮白脸 然后柯总招就一直骂一直骂 他扮黑脸 我认为这是民进党的两手策略 水牛卫官位不顾党内 民众党所提的要求行人接受 绿营集片是个人意见 没人要停 显现党内有些分裂 介绍张杨诗涵台北报导 当然除了这个国会龙头之战 但即将要摊牌之外 现在大家也在关心的就是 新内阁到底要如何组成 我们来看一下中国时报 在今天就有特别提到 民进党赖清德虽然是当选总统 但是少数政府恐难向蔡英文执政 八年如此的顺风顺水了 但是民进党其实也不是省油的灯 因为来回顾一下在2000年 民进党的陈水扁首度执政 处境也是非常艰困的 但是呢当时陈水扁先找了 这个国民党籍的国防部长唐飞 他是用个人的身份来阻隔 接着出现所谓的双城事件 就是陈明文跟陈寅两个人 后续也帮民进党打下了平地原住民 跟嘉义县难以撼动的江山 因此呢这个媒体就分析了 一路从反建计玩到合纵连横 当时其实陈水扁出招 也成功列解了国民党 好当然我们继续来看到 在今年的状况又是如何呢 其实呈现出包含这个总统得票 跟立法院席次双少数的局面 好新界的立法院政府院长 跟赖政府的内阁布局 当然是格外引发关注的 前立委郭正亮就有说 准总统赖清德为了用 那他党人才阻隔 把施政民调冲到50% 好根据他的了解 现在已经挑了两名即将要现任的 民众党立委入阁了 而且赖清德为了稳定政权 在背后操盘游锡昆 争取院长 其实做了很多的交易 我在这边用两千年 陈水扁的内阁 念给你听你就知道 陈水扁也没有经过政党协商 对不对 陈水扁行政院长是唐飞 国民党的 国防部长吴世文 国民党的 退府会主委杨德志 是国民党的 主纪处长林全 那个时候是五党籍 卫生署长李明亮 五党籍 经济部长林信毅 他也五党籍 内政部长张柏雅 也是五党籍 就是随便他挑 那据我了解 他已经有挑到两个民众党 要准备入阁 两个民众党 卸任立委 卸任立委 就是这样 那我昨天 我刚上友台节目 那刚好民众党蔡壁如也在现场 我就问他 我说这两个人入阁 要不要经过民众党的立元党团同意 那你认为他会走这个程序吗 还是柯文哲说yes就yes了 现在有一个吊诡的现象 你看游席坤好像一个人那边一头热 那你不觉得柯介明时不时就射冷箭吗 对啊 是啊 然后蔡其昌 那天跟他一起去拜访 摆出一个那个脸 脸超臭 我跟你讲 事实上真正在发动游席坤 一定要选上院长的人 是赖清德 因为赖清德他有人事任命权 所以事实上他是真正的操盘人 根本就不是民进党的立元党团嘛 所以跟柯介明是没有关系的 就是赖清德 因为赖清德认为他要稳住他的政权 他一定要拿下立法院长 只有他手上有筹码 不然柯介明有什么筹码 柯介明又没有人事任命权 所以他已经做了很多交易 很多接触了 游席坤是嫌赖清德之命在拼命 简单讲是这样 所以游席坤才算是状况内的 所以柯文哲 不是这个柯介明感觉上 柯介明跟蔡其昌就是认为不会赢嘛 所以他们就觉得 我跟你一头热干嘛 对 那这个是常识啦 坦白讲我跟沈富雄 我们刚刚也在另外一个友台 我们两个根据我们立法院的常识 也觉得应该是韩国瑜会上 立法院的龙头之争 即将在2月1号登场了 民进党是由游席坤跟蔡其昌 来争取试任 国民党则是由韩国瑜搭档 江启臣来搅筑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TPOC台湾议题研究中心 在周一的时候有最外做了公布 韩国瑜跟游席坤 这半年来的网络声量 好我们来看一下资料显示 韩国瑜的总声量 是以158.49万笔 大胜游席坤的4.09万笔 其实这两个人根本就是不成比例 如果韩国瑜当选立法院长的话 那么韩国瑜势必 又会再度成为媒体的焦点声量 也会持续的被放大了 好当然我们进一步还要听到 民众党现在到底要挺谁 非常的关键 对于这个部分呢 民众党前立委蔡碧吾有说 国会的政府院长就是要很公正 不可以加入党团运作 要公正的主持会议所有的协商 因此她说2月1号的时候 大家就能够拭目以待了 太阳心全校客废有一身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客废尔一身菌 才让我认识到客废尔一身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一身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客废尔一身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客废尔一身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客废尔时刻美好 Boo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